還沒有輪到做航空股的時候 因為所有的光芒都在台積電身上 我們來看台積電股價又再度狂飆 330創下新高 盤中大漲近逼11900點 今天的大盤就靠台積電 台積電拉動整個大盤 而在今天的利多消息是 超狂台積電市場 免爆死敵三星輸到腾口 看到三星輸到腾口是滿開心的 來 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還拜會沈榕晶 為誰而拜會呢 為台積電而拜會 對 讓大家見證一呼當官 今天台股漲135點 但是把台積電扣掉的話 只有漲27點 所以台積電今天盤中334.5塊 又再度的改寫歷史新高 好 大家說 那怎麼突然大漲 請大家注意 今天的大漲可能跟這一張照片有關 就在昨天 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史宜恩 這個圖片這一位 來台灣拜訪 當然很客氣講 我來參加台美之間這個論壇 但是他說台美的供應鏈應該整合 聽說應該也極有可能 傳達川普總統希望聯合台灣 抵制華為 為什麼 今年5月華為禁令了以後 結果呢 結果川普想說 我佈下天頭帝王 但是有一個地方洞很大 讓華為來溜走了 這個洞是在哪裡 台灣的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仍然以7奈米最先進的製程 幫華為生產旗艦的手機 但是話說回來 今年代工非常現實 一句話 贏者全拿 現在台積電全球的今年代工市占52% 第二名 那時候真的輸得趕快 三星只有17.8% 哇 這個差了多少 兩倍啊 格羅方德只剩下8個百分點 對啊 雖然當時三星不是講臭皮嗎 說我2030年 我半導體的龍頭要拿下來 現在被台積電改破功了 那這樣的時候彭博就講說 我當然要買台積電啊 過去四年 每一年台積電鼓勵花晃的比例 高達5 60% 是三星的兩倍啊 但是呢 現在環擾了 你知道台積電這樣狂飆以後 投資人心裡壓力大了 這個混息師的壓力更大 為什麼 你選的股票沒有擊敗台積電的話 誰看你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都在問 哇 台積電還能追嗎 好 來 蔡總來看一下 每個人都要問台積電還能追嗎 我們先回來看台積電的股價 來 股價看一下 看到台積電股價真的要 旺鼓心探 因為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台積電 我是沒有 但台積電你看 這種全支股這樣飆比小飆股還厲害 在今天來到334.5 今年台積電到目前漲48% 把8塊的息再加回去的話 漲幅就50幾% 我也告訴大家 今年台北股市到今天漲了21% 但是有六成都是台積電一檔股票 貢獻的 今年到目前依然上市貴公司 有60%的股票是跌的 就今年還比去年跌 也就是說今年如果沒有做到台積電 你真的不準 好 但是我們告訴大家 這個是外行人問的話 我們告訴大家 台積電從兩個角度 第一個 大聯盟 何謂大聯盟 就台積電的隊友 一同做金眼代工為客戶服務的 13家包括台積電本身 我們全部列出來 前11個月的營收 我們看台積電當一個標竿 成長了2.6% 但是烈光這個不算 因為烈光是合併的細品 所以當然成長51% 這個就去掉 我們看一下 一路的掃過來 真的股價會說話 加登49.7%成長最強 所以今年 股價漲491% 就是台積電48%的十倍 491%是文元文 白話文就要漲4.9倍 對 那我們再一路看剛才這張表 第二名的成長的話 是漢糖42.9% 但是為什麼我把紅素空起來 第三名36點 因為它的製程比較重要 漢糖是做無塵式的 那個比較 沒有什麼 所以我們再漲 這是漢糖 漢糖表現很好 也是很強 我們看紅素 紅素的股價 兩天漲停 我們之前200塊 那這也是忘股心碳 對啊 但是剛才13家的這個股票 因為今天13家 亮了五個漲停板 你說台積電大聯盟 五個燈啊 精彩漲停 然後新穎漲停 環線漲停 金頂漲停 紅素漲停 所以你大聯盟有找 你要擊敗台積電 並不難啊 就找其他的 但是問題他亮燈了 我有怎麼辦呢 但是問題他亮燈了 我有怎麼辦呢 不是 那你之前要先做好功課 我們是11月份 那你可能在9月 1到9月 1到10月 幾個月前 那個數字出來的時候 你算一下 你就找到了 我覺得就是怎麼辦呢 就是每天看 這不是新聞 對 就只能這樣 因為我們都很早就講了 其實蔡總很早就提醒了 好 那第二個 台積電大平台 是什麼 意思說我台積電經驗代工 全世界最厲害的產品 最厲害的大咖的科技公司 都把這裡下單 那我們已經講過華為 蘋果 我們都聽到他 吵聲了 還有一家 日本的Sony 本來就是台積電的客戶 它合作是邏輯晶片 現在把它CIS 就是影像感測晶片 也下單給台積電 好 這是Sony的股價 也很標 對啊 今年在日本股市 它漲了42% 日本股市的標股 然後呢 對 講到CIS的話 觀眾要稍微了解 以後看到那個英文字母 還不太懂 那個就值得分析 對不對 大家不太懂 好 CIS是什麼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對 我們那個5G的手機的時候 那個鏡頭的畫素 2000萬畫素起跳 你看這個水珠 對 你看這個水珠 所以CIS這個東西 一裝上去了以後 然後呢 它的什麼 那個變焦 它的畫素的品質提高 慢動作 人家那個Sony 兩年前 一秒鐘 真好看耶 這個畫面 一秒鐘 就1000張照片的合成 一秒鐘喔 一千張喔 Sony是全球最大 你看看這個水珠 這個漸水 對 一滴一滴滴滴分明啊 對啊 我用5G的手機 你看這個灰塵 我用我的手機 5G的手機 就是要拍這種的照片 所以必須要用CIS 那現在CIS的話 產能怎麼樣 曬爆 所以呢 Sony說 不行啦 後面有一個三星 三星是排名第 然後呢 中國大陸的維亞股份 是排名第三 追過來了 那Sony說 不行 應該我不會跟台積電合作 現在我必須要下單 給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 從這個大平台 你就可以看到 他指出 站在紀人的肩膀 2020年 明年 CIS 這個產業會怎麼樣 起來 那股票趕快先搶這股 對 就這裡面 台積電轉投資 千萬不要去尿尿好不好 這段很重要 台積電轉投資 3374的精彩 好 我們來看一下精彩 一整早停辦 現在說得不算 不是 他前陣子 你去看前陣子 其實我講過一次 那時候盤總的時候 因為這一陣子被關緊閉 那今天緊閉 打開了以後 立刻衝上去 又關燈了怎麼辦 那重點是 他是台積電轉投資 專門做CIS的封裝 所以我們等他打開 開了之後 我們再進場 因為漲多了以後 一定會有一個整理 依照它的股性 整理的時候再進場 再過來 3227的原相 原相 原相看起來比較不擔心 不過最近也有漲了一段 漲了一段 這個是我們國內最大的廠商 但是另外告訴大家 那個我們講過的 電源管理晶片 PMIC 今天我們看那個CDKY 這個股票今天盤中 改寫了這個波段的高點 我們也直接看它的K線 也就是說未來的5G手機 台積電打造出來的5奈米的手機 它必須要在電源管理晶片 進一步的升級 那這是國內的這個龍頭 前波的高點現在突破了 另外像8081的智新 其實它最近有點動 但是還是在淡季盤整 我覺得這個底部盤整 是比較紮實的 所以換句話說 養成習慣 台積電大聯盟 台積電大平台 少掉的股票 有時候會表現得比台積電 這個表現更好 如果我們可以看這次 我們會看到這個 它會有一個多小房子 含電 是因為在那裡 有時候會看到 用來的 這個表現更好 我們會看到這個 有時候會看到這個